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第一季的0.53%升到5.82% 而其中还出现以NFT元宇宙投资的概念做噱头的骗案 在第二季抖音上还多了和元宇宙区块链 NFT 混挫矿等等新概念相关的字眼 所以之后他们都会重点打击相关的广告和短片 一般这一类骗徒的手法都是一开始首先介绍一下 Crypto和元宇宙 等存回有约上人气和信徒 他们就会开始入手讲一下交易流程 去到最后就会有到用户离开抖音的平台 将人流引去第三方平台上进行投资 而其实除了抖音之外 其他的业务社交平台 好像Instagram、Facebook、Whatsapp 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6月头的时候 都有出过一份报告指出 在2021年加密货币的世界大牛市的时候 大约有4万6千人向警察报案 指他们在不同的平台上受骗 损失的金额更加超过10亿美元 这个数字几乎是2018年那时的60倍那么多 其实这一类骗案不止是在社交平台发生 在实体世界都天天发生着 通常最初这一类的平台都会给一点点甜头的用户 等他们放心再投资多些的时候 才一次过割韭菜 如果大家选项目的时候 都做一下功课才好入场 好 下集消息 在上星期就有跟大家提过 有两个沉睡了接近9年的BTC wallet 进出了1万粒BTC的消息 在今早上他们又有新动作了 根据脸上数据显示 你一个wallet再进出5000粒BTC 去171个新的wallet里面 按照现家计算 大约是价值1亿美元左右 而在今早5点左右 另一个同样持有5000粒BTC的wallet 就将手上的BTC 全数据了进去cracken交易所里面 而他们手上的BTC 都是来自同一个巨瓶的手上 而根据数据显示 这个巨瓶钱包里面 其实都还有1万1071粒BTC 在9年里面都完全没动过 而由他手上得到1万5000粒BTC的三个wallet 有部分BTC已经据了进去交易所里面 一中币有都已经开始担心 巨瓶出售手上的BTC 会为市场带来更沉重的沽压 不过在昨天 Track的创办人宣宇臣就在Twitter上宣布 为了支持加密货币价的发展 他将会投资1亿4千万USDT 去各大交易所买入TRX和BTC 不知巨瓶是不是看中了这个消息才入场呢? 不过长期投资者对短期的价格波动 其实都不需要太担心 至于短线投资者都留意一下这段时间的波幅 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们又再update下大家啦 好,今天的分享又撒到一段啦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和按下小钟啦 我们下次见,bye bye